读书时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征明 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本书呢 是一本人物传记 叫哈德良传 罗马的荣光 那顾名思义讲的这个人物 肯定就是古罗马皇帝哈德良了 是吧 从这个当代中国出版的角度来说 这本书真的是一本非常非常小众的书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我干嘛要去了解一个 古罗马时期的皇帝呢 是吧 无论这个地理上 时间上还是文化上 都跟我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我的观点其实正相反 我认为这本书 恰恰是适合当代中国大众去读的一本书 这个罗马史啊 一直是各路历史学家 争相研究的一段历史 为什么呢 因为罗马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国家 是一个标准的国家模型 从王国到共和国 再到帝国 从扩张到分裂 到狗言残喘 再到彻底的覆灭 可以说 罗马展现了一个国家 可以具有的一切形态 演绎了一个国家的一切可能 所以它是人类国家的一个经典模型 所以毫不夸张的说 你只要弄懂了罗马史 那么整个人类的历史 你差不多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只要弄懂了罗马史 那么当代的这些大国 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你也就一目了然了 罗马史如此重要 而哈德梁呢 又恰恰是这个罗马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皇帝 为什么呢 因为哈德梁生活的时代 正好是这个 罗马帝国版图最大的时代 而哈德梁即位之后呢 又进一步巩固了 罗马帝国的统治 所以说哈德梁 它是一个标准的 盛世之君 罗马呢 是一个标准的国家模型 而这个哈德梁呢 又是一个标准的 盛世之君的模型 这就是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因为真的是非常适合当代的中国大众去阅读 因为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就会明白 一个大国全盛时期的最高领导人 应该是什么样的了 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就会明白 这个哈德梁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盛世之君 一个盛世之君 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哈 哈德梁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盛世之君 我和这本书的作者的这个观点 可以说是完全一致 就是我们都认为 哈德梁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标准的盛世之君 都是基于他的两个主张 第一点就是 不再扩张帝国版图 这个哈德梁的前任皇帝是图拉针 图拉针呢 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 是吧 他在位期间呢 通过这个东征西讨 把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 扩张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小 我们学校不远处的那广场上 就是图拉针纪念柱 上面是用这种连环画的形式 讲述了图拉针的攻击 让你看了之后 真的是充分感受到 这个人的好大喜功 就很夸张 但是纵观历史 你就会发现 任何一个穷兵独武的国家 到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个哈德梁 他就及时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意识到有一个图拉针可以 但是再来一个图拉针 罗马帝国就玩完了 所以呢 他就及时调整了这个国家的方向 从而把这个国家真正的引向了盛世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西汉的汉武帝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穷兵独武的皇帝 是吧 他的儿子一看这个情况 知道一个汉武帝可以 再来一个汉武帝 汉朝就玩完了 所以及时调整了这个国策 才有了这个招宣中兴 是吧 好 我们接着说 这个哈德梁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主张是什么呢 就是大力发展文化艺术 哈德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皇帝 既是诗人又是画家 他在位期间 这个罗马的文化软实力 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异军突起 傲视群雄 哈德梁呢 对古希腊文化尤其的痴迷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标准的惊息 他呢 不但是把这个雅典打造成了 罗马帝国的思想之都 文化之都 而且自己还爱上了一个希腊男孩 把自己一生的爱情都给了这个男孩 叫昂提诺乌斯 昂提诺乌斯虽然一年早逝了 但是呢 他却成了罗马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 而且他跟这个哈德梁皇帝的爱情故事呢 也是背后人津津乐道 如果你去逛国外的博物馆 你就会发现 基本上他俩的雕塑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纵观哈德梁的这两点主张呀 你会发现 这两点主张呢 本质上其实是一个 概括来讲呢 就是调整国家的发展方向 从扩张转为这个巩固 那发展的重点呢 也从军事转向文化 其实读完整本书 你就会发现 哈德梁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无外乎就是到处巡视帝国疆土 然后播撒文化的种子 但是大家想想 一个盛世之君 不就应该是这个样的吗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爱德华吉本 曾经这样高度的评价哈德梁 他说哈德梁统治的时代 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 我们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当一个大国 不再穷兵独武的时候 首先他自己国家的国民 就不用整天担心 这个勒紧裤腰带 上战场送人头了 是吧 自己国家的国民 首先幸福了 其次呢 其他国家的国民 感受不到来自他的威胁了 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担心他来侵略自己了 也可以安居乐业了 所以其他国家的国民 也幸福了 那这样一来 不就全人类都幸福了吗 那与此同时呢 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 首先变好了 是吧 而且随着这个文化的繁荣 随着这个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国家的影响力 又进一步的提升了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 这本书的副标提起的 非常好 叫罗马的荣光 盛世之君 真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荣光 因为真的太难得了 最后呢 我还想再夸一夸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 真的是我今年读到的 所有书里 阅读体验最好的一本 无论是原作者 还是翻译 就是水平都非常的高 在这本书里 这个作者叫安东尼·埃弗里特 他不仅仅是在讲哈德良 也在讲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而且呢 是用的一种 怎么说呢 不疾不虚 威威道来的 这样一种讲述方式 就是让人看得非常舒服 这个书的背面 印了这样一句评语 他说 读者会想知道 罗马帝国 何以存在如此长久 也会欣赏到 以娴熟技法描绘的 一位优秀领导者 在黄金时代的肖像 我觉得这句评语 就很好地概括了 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小贵哈 小一百块钱 所以四行推荐给大家 这个感兴趣的小伙伴 你不妨去读一读 那本期的视频内容呢 就是这些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